小时候没有爱情的概念,只懂得快乐与悲伤。 即使爱情来了,也仍然发现不了它的存在长大后,开始对爱情找你,也遇到了喜欢的那个TA,偷偷地向朋友聊了TA的联系方式,开口就是一句,我喜欢你TA的一举一动,总是在不经意间,影响着你的心情。 TA开心,你开心,他难过,你难过而到了我们这个年纪,对喜欢的人总是小心翼翼地想让你知道我喜欢你,却又不敢让你知道,给你暗恋的人发一句,我喜欢你吧,看看会收到什么样的回复。 在感情中,最无奈的就是你喜欢我,我也喜欢你,而彼此,都在等对方先开口,你不说,我也不敢说所以,如果你有暗恋的对象,那就给TA发一句我喜欢你吧,不用怕,说不定TA正在等着你。 老司机叫过很多不会聊妹的直男,他们的聊天,一天到晚,都是在问,在干嘛,吃了吗,睡觉了,聊天最怕的就是没话找话,这样很容易尬聊,一来会暴露你的需求感,让女生觉得,你想追她,二来你不会聊,女生心里想这人有毛病吧,整天来烦我,然后更加讨厌你,就把你拉黑了,宁可少交流,也不要没话找话, 这是追女生的一个不屈,自古真情留不住,总是套路得人心,这年头没点套路怎么聊妹,告白恋爱学,一个分享最新聊妹,套路,教你如何追女生,和女生聊天,约会的老司机开车,来不及解释了抓紧上车,让你快速脱单,据说点赞评论,转发的都脱单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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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